从此空空到人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而这物体呢 到底在英文说是being呢 是to be or not to be呢 在英文里面光是哲学 就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来讨论物质的存在与否 色不是你好色或一个人很色情 不是这个意思 色是指你看得到的一切的有形之物 风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这几句话的意思 我们可以用英文来做非常有趣的探讨 And the front form engendered engender这边就是产生 passion 那这就是红楼梦里面的重中之重 原来佛家只讲到空跟色 但是呢 贾宝玉 他却又把情放了进去 给空跟色呢 又做了同一番的解释 重新的解释 才造就红楼梦整个在文学上 这么大的地位 给了一段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o The Void, Which Is Truth? 以及比较思考的方式来分享并从英文的角度来探讨整个《红楼梦》这庞大的一些世界观 我们很快的就来进入到今天这一段 这一段杰森老师不会讲太多 因为光是这两段就涵化了非常多的一些知识 我们要先了解 那才有办法读懂这两段 但是有一点很有趣 当大家在用英文来学习中国的经典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英文能够更白话的 更清楚的来解释一些比较隐晦的 中国文学里面的一些思想 或者佛家的一些道义 相信大家如果能够用英文来学习中文知识 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 也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享受 中国的这些美好的艺术还有经典 那现在我们就先来看接下来 我们上次讲到空空道人 他拒绝一开始拒绝这个石头 这棵有灵性的石头 帮他磕在上面的事迹传送下去 然后经过石头精灵的一大段的劝说之后 空空道人这才了解到 其实石头这块有灵性的石头的故事 是蛮值得分享的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读下去 今天要分享就是这两段 里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空还有色 就是阴空见色 空见色 游色深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这几句话的意思 我们可以用英文 来做非常有趣的探讨 那首先第一段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就先念一遍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 师父伴想 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 因见上面大指不过谈情 意指是石鹿其四 绝无伤识毁淫之病 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 问世传奇 从此空空道人 因空见色 游色入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遂改名情深 改石头记 为情深路 好的 那大家都知道这一段 这两段最重要就是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这佛家说的道理的解释 当然大家等不起了 我们来看一下 杰森老师这次会非常详细的 在英文的部分 做非常详细的解说 然后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 就可以更了解 它的中文的意思 好的 首先他说空空道人如此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 师父伴想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值得翻译就是 师父伴想的师父 师当然就是我们说的 thinking 富呢 就是我们说的guess 就是猜 我们说的私粮被移猜 吃粮了半天 伴想了半天 很久 就是英文说的 for a long time 一开始说的 就将这石头记 再简阅一遍 好 简阅呢 我们可以用check 或者呢 今天要讲的这个 非常重要的字 叫做subject subject 如果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在补充的 萤幕 当然大家看到 杰森老师帮大家做 非常详尽的用法 那subject在英文里面 有非常多的用法 一般呢做名词的时候呢 是说 是作为主题 学科 主词等等的用法 然后呢 做形容词的时候呢 是有着 亦受到什么影响的意思 be subjected to的用法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跟它相似的用法呢 有下列几种 第一种就是liable liable呢 是指 异于产生某种不利的结果 侧重偶然性 常表示警告或提醒 那apt呢 这个字啊 就是我们说的 be apt to的用法 指自然 自然或习惯的倾向 无特殊的褒贬之意 就是我们一般的 自然的 你有什么天生的才能 或者一种倾向 常指 在一般情况下发生的事 那like你呢 就偏重于可能性了 用于指将来 或预言希望 或所不希望的结果 那prong这个字 大家就要小心了 prong是一般 自指负面的 be prone to 用于人 或着重于本性 或倾向于某种错误 弱点或不良的行为 比如说 Jason is prone to using drugs Right OK And subject to呢 Subject指的是 可以察觉的倾向 也就是 接种出来的规律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回到 英文中英对照的部分 那这边的subject the story呢 指的就是 检阅一遍 或在非常详尽的 在检查 那我们继续看 the story subjecte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o a careful second reading 那我们说 second start 再检查一遍又一遍 那我们再看一下 回来中文 它说 因为啊 因见上面大指 这个大指 就是我们说的 thin 主指 不过是弹琴 mearly 只不过 只是他没翻出来 那继续 一直是 实入其次 绝无 伤识 伤识 毁淫之病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 回到英文部分 他说 因见上面大指 不过弹琴 那他说 he then subjected to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o a careful second reading 所以他说 he could see that his main theme was love 就是只是 弹琴而已 that is considered quite simply of a true record of real event 那就是我们说的 此事其路 the real events and that is what entarily free from any tendency to depraved and corrupt 那这边 depraved 跟corrupt 基本是同意思 就是我们说的 堕落 或者是腐败的意思 然后也就是说 绝无伤识悔疑 我搞不好 杰森老师那个 伤识悔疑的发音 还是念错 所以你用英文来解释 就更简单 用我们说堕落啊 或者是腐败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更好解释了 最后呢 方从头至尾 方才 leafor 那在英文里面看一下 leafor有时候 可以藏在主持的后面 所以说你可以说 he therefore 有翻出来 从头至尾抄写回来 问世传奇 那这边就很好翻了 他说 copy the it copied it all out from beginning to end 就从头到尾我们的片名叫 beginning to end and took it back with him to look for a publisher 那这边当然 你不一定是要publish 你只要传下去就可以 patch down就可以了 这边比较正式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到非常重要的部分了 这就是我们第二段 的一些文学的一些背景 你才有办法解释什么是空 什么是射 好 那这边呢 好 杰森老师先翻译 好 那很快的呢 我们来就可以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影片 来介绍 什么叫空 什么叫射 什么叫情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从此呢 空空到人 因空见舍 so as a consequence of all this 那也可以说因此 或therefore 就因此或从此 menita menita其实不是英文 它是指的是影视的意思 它是古英文或者是西班牙文 指的是影视 那跟 它翻得很好 跟空空到人 空空 有异曲同工之妙 starting off starting off in the void which is truth came to the contemplation of form which is illusion 好 杰森老师先解释到这里 我们先解释这一段 待会再继续下去 我们首先要了解 他说starting off in the void void就是我们中文说的空 或佛教说的空 这空是什么呢 就是虚无太空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意思 然后也就是说 宇宙形成 什么都没有啊 但是呢 which is truth 却又是一种事实 大家要看一下这个truth 跟void 接下来这些专门都是大写 那就是表示他有他自己专门的专有的意思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解释 这个truth啊 在这边如果你们看一下了 监森老师用绿线整个画下来 就是到illusion都是这个 色的意思 什么是色呢 色不是你好色啊 或一个人很色情啊 不是这个意思 色是指你看得到的一切的 有形之物 包含人的任何物体 然后啊 可是物体呢 到底在英文说是being呢 是to be or not to be呢 在英文里面光是哲学 就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来讨论物质的存在与否 对不对 那我们以后再有空再来讨论这部分啊 然后他说 我们今天了解什么叫truth 当我们中文叫事实啊 那实际上呢 这个truth就是一个entity 就是一种存在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 到底truth是什么呢 他说 came to the contemplation of form 那form就可以更具体的了解 造语 原来就是一种实体 一种form 一种形体 的一种 怎么讲 contemplation 就是人们的认知 的形体 which is illusion 他更清楚讲到 所有的空呢 就是这些形体 形体都是illusion 都是一种幻梦幻想 或一种想念而已 and the front form engender engender这边就是产生 passion 那这就是红楼梦里面的重中之重 就是原来佛家只讲到空跟色 但是呢 贾宝玉 他却又把情放了进去 给空跟色呢 又做了同一番的解释 重新的解释 才造就红楼梦整个在文学上这么大的地位 我们来看一下情到底是什么呢 待会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就会更清楚 这个情的定义 那这里呢 Jackson老师的解释 就先解释一下 情呢 是不是你的情感而已 是你对于世界的大爱跟小爱 就是说你的怜悯之心 你对爱人的情感 或者是对于艺术的喜爱 所以这种所谓的情呢 就是人们应该可以很概括的讲 就是人们的七情六欲 然后怎么样呢 具体呈现在这个truth里面呢 或者void里面 它跟空跟色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说 from form engender the patient 就是我们说的 色呢 就产生了情 and by communicating passion 再把这个 我们直接看他中音对照会更清楚 他说传情入色 那他的意思 这个传情入色 我们直接用他们两个呢 再做一个比较沟通的话 就会enter the again into form 就会得到色它更多的意思了 也就是说传情入色了 就把情感注入到世界万物里面 然后自色悟空 但是最后最后就是我们说的 佛家说的两袖 就是顿入空门 一切皆空的意思 自色悟空 从色感悟到空 然后enter the again into form continua at the form of force and the front from a walk from form a walk to the void 他这边的就是说 就可以得到空真正的意思 好 你有这个情跟色呢 你具备了这情跟色的感悟能力 你就可以更知道空是什么 空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 which is truth 他就回到truth 所以大家在看到文中 这个truth一开始他就定义了 就是事实 那这个事实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色 那我本人 Jason老师的浅见就是 世人非得要经过这世上一招 去体会人世间的小爱大爱 爱恨离仇 悲欢离合 你才能够真正的 怎么讲 我们说中文说的什么 真正的超脱 对不对 超脱 那也就是佛教说的空 那当然Jason对佛教不是专家 相信大家在看了这个影片 也希望大家能够对空 有色这两个意思 来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好这就是今天 Jason老师要教的两段英文 有关于红楼梦的解说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空跟色的进一步解释的影片 谢谢大家观看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 思存半上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 阴剑上面大致不过弹琴 亦只是实陆其事 绝无伤识会银治病 方从头至尾超血回来 问世传奇 从此 空空道人 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色空 梦幻 真假 有无是形成 红楼梦神秘色彩的基本因素 红楼梦第一回在 空空道人 见石头所记 毫不干涉时事 方从头到尾超路回来 问世传奇 从此 空空道人 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遂以名为秦僧 改石头记为秦僧禄 上述十六字 被有的红学家称为十六字刚 佛教认为 组成人体乃是世界万物的 有形之物为色 其他非本来所有者 都是空 按佛教的理解 色即是空 曹雪晴 对流传的色空观 即阴空见色 自色悟空 创造性的家境情 作为中介 由色入情 传情入色 这就把人的感情 诸如万物之中 这是贯穿全书的 一个重要思想 并具有一定的哲理性 虽然有一定的消极因素 和神秘色彩 却渗透了人生的真谛 色空观念 人出佛教 大般若精 色不离空 空不离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佛教认为 现实事物都是因缘合合 事物本身 没有知的规定性 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所以是空 色就是人们能够感觉到的 有形物质 既然客观的一切事物 都是因缘合合的讲 像 那么能使人感觉到的 有形物质也是空的 曹雪晴在《红楼梦》中说的 阴空见色 由色悟空 虽然与上述与世相似 但却反其一言而用之 并非宣传佛教思想 而是借用色空二字 概括贾府的衰败崩溃 是时代产生的虚幻感觉 《红楼梦》第一回里提到 《红楼梦》是一部大纸弹琴的小说 这里的琴不仅仅是爱情 也包括亲情 友情 以及对生命的热爱 对宇宙的关怀 对众生的悲悯 可以说琴是贯穿整部《红楼梦》的精髓 也是曹雪晴最想要赞扬的一种价值 这种价值超越了世俗 超越了理性 也超越了时空 《红楼梦》里有一个空空道人 是他在石头的劝说下 把刻在石头上的石头记抄写下来的 他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之后 就改名为秦僧 把石头记也改名为秦僧禄 空空道人悟道的过程中 情起到了关键作用 情是媒介 是纽带 是支点 没有了情 所谓的色和空 就是真正的虚无 没有价值 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 自色悟空 是什么意思呢 大致的意思就是 这个世界上 本来什么也没有 是一片混沌 后来 有了万物 有了色相 一旦有了色相 人类就会因此产生情感 就会把这种情感 投射到万物中 但是一切都是无常 一切都会失去 所以 一切都是空 不过 空中有情 这种情 是一种怜惜 一种悲悯 一种真爱 这种情 带有超越性 神圣性 可以说 贾宝玉奇人 就是这种情 最好的体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